全球各地政府因冠病疫情的实施封城锁国措施 导致了大批的海员滞留船上无法上岸回家 我国同船运业者和工会密切的合作 为海员开辟了安全通道 从3月27号至今 新加坡海市及港务管理局 已经批准了近3000个海员轮换的申请 交通部长许文远在社交媒体Facebook贴文 回应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时说 出了海员轮换 我国也进一步的协助安排包机 让人数较多的海员可以乘搭飞机到我国 完成换班的工作 第一趟包机上个星期六按国际航运工会的标准 并在国际海事机构的支持下 飞抵我国张仪机场 这个星期将有多三趟这样的包机 协助运送海员 许文远说 由于海员长期滞留海上 国际海事运输业动员 除非完成换班 否则将终止航运业 目前80%的全球贸易通过商用船只来进行 因此如果终止航运业 国际供应链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通过商用船运输业